爸爸左右手各牽着大小女儿 慌慌张张的冲进急诊室内 告诉医护人员40岁的小女儿被蛇咬伤 医护人员听到是小孩被蛇咬不敢大意 一边消毒一边看着爸爸拍的照片 要确定是不是毒蛇 初步确认不是毒蛇 爸爸才松一口气 但医护人员发现 爸爸拍下蛇不是在野外或草丛 而是缠绕在书本之间 疑问之下才知道 小女孩竟然是在客家文化园区内的阅读室内被蛇咬 小朋友被蛇咬到的地方 就是在台中的东式客家文化园区 当时他在这间图书室里面准备选书 但是手一伸进去书架就被蛇咬了一口 事发后 客委会立刻请农业局派来捕蛇专家 有人查看展品下方 有人确认死角 花了一番功夫才抓到蛇 但阅读室内竟然藏蛇 园区管理明显出了大问题 游客听到有蛇跑进馆内都觉得太夸张 客委会事后也派人到医院和小女孩 以及他的家人表达歉意 那第一时间我代表师傅 向家长还有小女孩表达由衷的歉意 那家长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农业局原判可能是因为天气热 加上前阵子下雨 蛇才跑进馆内 官方说为了确保没有其他蛇入侵 已经全馆大搜索 也在周遭撒药消毒 欢迎吴连销月台中报道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